巡航导弹太贵 航空炸弹精度不行 但我想要既经济实惠 精度也不错的武器怎么办 在2024年的英国范保罗航展上 雷神公司给出了答案 这款智能炸弹不仅经济实惠 精度也说得过去 射程能够达到72公里 并且还能在F35内置弹舱内进行挂载的智能炸弹 GBU53B 风暴破坏者 虽然此前就有消息传出 表示美国正在测试新型精确制导炸弹 但直到今年范保罗航展上 雷神公司才首次公开亮相这款炸弹 同时在航展上 雷神公司还揭示了美军未来战场的战略布局 利用低成本高效能的武器系统来满足瞬息万变的国防需求 GBU53B 风暴破坏者 又被称为小直径炸弹第二型 这是一种由战机挂载 具备精确打击能力的防区外武器 专为摧毁移动和固定目标而设计的 优秀的性能使得风暴破坏者即便在天气恶劣的情况下 也能够穿透云层烟雾以及雨水精确命中目标 那么风暴破坏者究竟有怎样的过人之处呢 这是一款主要攻击移动目标的武器 可以智能识别各类目标 简单来说 GBU53B更像是一款类似于AGM-65小牛导弹的滑翔炸弹 并拥有更灵活与抗干扰的导引头 针对战场目标 机场飞机以及未硬化结构的目标时 GBU53B可以通过结合聚能装药和爆炸破片效果的战斗布对其进行打击 重新设计的弹头使其能够对主战坦克进行有效杀伤 能够直接击穿坦克薄弱的顶部装甲 有人说风暴破坏者就像是一个百步穿扬的神射手 指哪打哪 弹无虚发 虽然它并非雷神在漫威电影中使用的同名闪电斧那样 拥有超自然的力量 但凭借着雷神赋予的三摩导引依旧可以拥有巨大能量 拥有激光制导 非制冷红外导引头以及毫米波雷达 这些都被安装在风暴破坏者弹头的可移动万象节上 要知道在现役的制导炸弹上 往往都只会采用一种类型的制导导引头 但每一种导引头都有其缺陷 其中激光制导虽然各方面性能都非常有效 但最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 一旦遇到大雾或者暴雨等恶劣天气 其制导能力就会大幅下降 红外导引头凭借探测红外的能力 可以昼夜使用 但没有测距功能 全向攻击性能也比较差 至于雷达制导 作用距离较远 基本不受天气影响 然而却容易受到敌方干扰器影响 并且精度也比较低 虽然三种制导方式各有优劣 那么就将其全部装备吧 装备了三种制导导弹头的JBU-53B 在打击目标时 可以根据外部环境变化 实时切换导引系统 在天气情况良好时 JBU-53B可以利用激光制导 对目标打上一个激光标记 然后沿着激光术的指引 精准命中目标 如果在恶劣天气下 就可以利用毫米玻雷达 穿透云层烟雾等障碍 找到目标的精确位置 而在夜间的时候 JBU-53B还能利用高分辨率 红外摄像头 捕捉目标的热辐射信号 另外这些传感器可以协同使用 来提高炸弹的打击精度 而这三种制导系统的混用 还能相互弥补之间的缺点 另外JBU-53B拥有四种攻击模式 标准模式 坐标打击模式 即时攻击模式 以及激光照射攻击模式 其中标准模式是在良好天气条件下 对静止与移动目标进行打击 坐标打击模式 则是通过提前输入坐标 对固定目标进行打击 即时攻击模式 则是多用于打击时效性目标 比如战场上随时出现的部队指挥车等 最后的激光照射模式 则是适用于高精度打击 或者对移动目标进行打击 另外为了能让风暴破坏者 拥有更好的打击手段 采用了滑翔飞行的模式 为其装备了滑动翼 有点类似于远程滑翔机 这使得它不仅能够打击远距离目标 还能灵活的调整飞行轨迹 避开地方防御系统 提高炸弹的生存能力 与作战灵活性 能够对主战坦克 暴露的结构和建筑物 以及大型船只的目标进行有效打击 而且在滑翔的过程中 炸弹配备的传感器 还能充当一个侦察系统 可以将传感器获取的数据 用于定位其他目标 或者更新任务计划 甚至还能用来搜索特定目标 并使用红外系统对目标进行分类 在数据传输指挥平台后 由操作人员进行判断 这笔有53B风暴破坏者的 另一个主要优势 就是网络能力 可以实现A岛避设 这对美军来说很重要 因为美军的目的 就是将传统陆海空天领域的 所有传感器 平台以及武器连接起来 另外 这笔有53B还具备一定的 协同作战能力 采用了双数据链的设计 第一路数据链 可以将在级平台 或其他传感器系统 获取的信息 传到给这笔有53B 然后发出攻击指令 第二路数据链 则是可以将风暴破坏者 获取到的信息 与基载系统获取的信息 进行有效交换 用于目标选择 与武器瞄准 双数据链的设计 可以让一架飞机 同时投放多枚导弹 对多个目标进行打击 按照雷神公司的说法 目前已经完成了 GPU53B的各项测试 包括通过Link16 和UHF数据链 来发送接收和处理信息 采用的双向双频数据链 还能让GPU53B 在滑翔过程中改编目标 以及调整目标的位置 该项目主管表示 未来美军还可以 根据任务需求 为其加装推进器 升级为增程炮弹 或者是换装 更先进的导引头 改装成巡飞弹等 按照美国空军的说法 GPU53B智能炸弹 可以打击110公里内的固定目标 以及72公里内的移动目标 凭借紧凑的体型 一架F15E最多可以挂在28枚 这就意味着 在未来作战任务中 F15E的首选武器 会选择GPU53B 不过美国空军还表示 虽然这款武器体积小 打击精度高 但却有一个难以避免的问题 那就是在实际使用中 需要将目标信息 事先输入到 但在计算机中 与F15E目前装备的 一些武器相比 其挂载工作变得更加繁琐 第931战斗机中队 主管情报的 埃斯特法尼亚 奥尔蒂斯 圣迪亚格中尉表示 在挂载过程中 需要排除大量故障 来确保炸弹的正常通信 不过随着美国空军 获得更多的实战经验 这个过程也许可以得到简化 从该中尉的言语中 不难发现 这款集成大量先进技术的 智能炸弹 与美军现役的 其他同类型武器相比 JBU-53B 对武器操作员的要求更高 但这也意味着 装载前的繁琐步骤 很可能会影响 F15E与风暴破坏者的 组合灵活性 其实 JBU-53B并非凭空出现的产物 而是美军近些年来 在精确制导武器领域 不断探测发展而来的 同时 JBU-53B还融合了 洛克希德公司 在航空炸弹领域的最新成果 然后由雷神公司 进行最终整合 在战场上 相较于传统的航空炸弹 拥有制导能力的智能炸弹 在命中精度 与使用场景上 要更具优势 相较于巡航导弹 具备十分明显的成本优势 而在多场局势战争中 精确制导炸弹 已经证明了其具备的 强大施战能力与性价比 乌克兰战场上 美国为乌军提供了 联合直接攻击炸弹 JDAM 在首次运用中 就利用两枚JDAM炸弹 袭击了位于乌罗扎伊内的 俄军指挥部 目前美军主力飞机 比如F22 F35 以及B-2A等使用的常规武器 基本是以制导炸弹为主 在当初的伊拉克战争 美国空军在执行 对地打击任务时 所使用的空地武器中 航空制导炸弹的使用比例 占到了85% 航空制导炸弹之所以 能在战场上如鱼得水 一方面 伊拉克军队不堪一击的防空体系 使得美国空军 如入无人之境 稍加改装的制导炸弹 就已经能满足 大部分的作战需求 而另一方面就是便宜 而美国重新开发新型精确制导炸弹 并非现有的JIDM 小直径炸弹的性能不行 最主要的原因是体积太大 在F22出现之后 为了追求隐身能力 F22所使用的武器 不能挂在机腹或机翼下 只能在内置弹舱进行挂载 然而受限于内置弹舱空间有限 于是在1990年 美军提出了小直径炸弹的概念 对炸弹尺寸进行了约束 使得F22可以在内置弹舱内 携带8枚小直径炸弹 算是满足了美军对F22的要求 但到了F35服役之后就不行了 F35同样需要保持隐身性能 但在美军规划中 F35除了充当踹门神器以外 还需要执行对地打击的任务 这是因为美军将逐渐退役A10攻击机 在A10退役之后 F35就会承担一部分任务 然而依照现役JDAM的体积 F35在保持隐身的情况下 最多可以携带4枚JDAM 大大限制了对地打击任务 这就意味着美军想要实现 F35最大化的作战效能 就需要在内部弹舱有限的情况下 为其装备体积更小的精确制导炸弹 显然JDU-53B足以满足美军的需求 凭借着JDU-53B紧凑的体积 F35战机在2022年 经过Block 4升级后 最多可以携带24枚 在保持隐身状态下 内置弹舱在携带8枚的情况下 还可以额外携带两枚 AIM-120中距空空导弹 作为五代机 F35可以凭借出色的隐身能力 与强大的态势感知能力 悄无声息的接近敌方目标 在抵达作战地点时 JDU-53B就可以通过F35提供的信息 对目标进行精确打击 而且JDU-53B还能有针对性的 打击敌方装甲部队 这款炸弹重约94.7公斤 但携带了48公斤的战斗部 并融合了爆炸碎片能力 可以穿透敌方装甲的 巨能喷射技术 以及对目标进行分类的能力 两者之间的配合 可以将隐身突防 和精确打击的优势 发挥得淋漓尽致 F35成为名副骑士的打击高手 与此同时 一架F15E可以携带五组炸弹 每组四枚 攻击二十枚 而F15EX在普通状态下 同样可以携带16枚以上 在换装BRU6EA型 复合挂架系统 最多可以携带28枚 另外JDAM通常是227公斤 454公斤 以及900公斤级别 尤其是900公斤级别的JBU-31 美军曾在阿富汗战争 与伊拉克战争中大量使用 但却因为威力过大 导致美军在使用时 唯恐伤及无辜 后来美军不得不将 仅使用GPS INS制导的JDAM 改为带激光半主动的改进型 以此来提高打击精度 减少附带的其他损伤 在这种情况下 重新研发一款 小型精确制导炸弹 才能真正的治本 从当前战场发展来看 小型化的精确打击 将成为美军的发展重点 据统计在2020年 美国空军共计采购了 25000余枚JDAM小制径炸弹 花费约10.3亿美元 单枚售价达到4.14万美元 等到了2021年 采购单价直接降到了 2.25万美元 相对来说 JBO53B的单价就高一些了 美国空军计划采购 1175万枚 预算约为1.8亿美元 单价达到15.6万美元以上 虽然这个单价超过了 JDAM炸弹 由于JBO53B更加先进 所以单价远超JDAM 毕竟JBO53B采用了 三种制导方式 但相比于动辄几百万 甚至上千万的制导炸弹 在能够达成同样 作战效果的情况下 JBO53B就显得极其性价比了 2012年7月 美军在白沙试验厂 对JBO53B进行了首次试射 2015年 美国国防部采购了144枚 直到2018年 JBO53B开始进行连续生产 目前根据美军公布的消息 为了使用不同作战平台的需求 美军已经对JBO53B进行了反复测试与改进 并已经完成了与F-16 F-15E以及F-22等多种战机的搭载测试 未来还将与FA-18EF超级大黄蜂 与F-35隐形战机进行整合 使其可以适用于更多的战场 按照美国空军在2025年的规划 明年 美军将拥有四种类型的精确制导炸弹 包括保时路 激光制导炸弹系列 GDAM精确制导炸弹 WCMD封修正子母弹 以及本次提到的JBO53B风暴破坏者 航空炸弹也在朝着提高对实敏目标打击能力 提高抗干扰能力 提高安全性 以及提高作战消费比的方向发展 而JBO53B就是其中的极大成者 显然JBO53B的出现 预示着精确制导炸弹的技术 再次迈向一个新的台阶 同时也预示着在未来的战争中 空中打击将更加注重 精准化 智能化 以及隐蔽化 而风暴破坏者也将成为美军实施精确打击的重要利器 能够在摧毁敌方关键目标 瘫痪敌方防御系统 以及瓦解敌方作战意志等方面 发挥出重要作用 巧合的是JBO53B的代号 风暴破坏者 还与漫威宇宙中雷神所使用的斧子同名 而F35战机的代号又是闪电2 也不知道JBO53B能否像雷神一样 成为美国空军与海军新的锤子 并发挥出难以想象的作用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 你们觉得这款小直径 三模精确制导炸弹 如果投放到乌克兰战场上 能发挥出怎样的实力 当各国面对F35战机携带 JBO53B的打击时 有没有手段能与之对抗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下期再见